廖凡,中国内地绝对实力派演员 也是中国演艺界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柏林影帝 他在电影《师父》 《白日焰火》 让子弹飞中都有口皆碑 但是今天要说的并不是他这些比较有名的影片 是另外一部 争议非常大的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虽然他也大排云集制作精良 虽然廖凡也因此片提名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 但是这部电影注定无法在国内上映 因为他的尺度大到令人咋舌 简直让人不敢直视 而且廖凡在评中的角色就像个变态虐待狂 还有剧情上也特别悔三观 有网友评论简直到了脑残的地步 这究竟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一边得奖一边被骂 到底是好是坏 咱们看完再来评价 网友和郑仲是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两个混蛋 这两个家伙是绝对的恨人 他们来到一处高档酒店 到厕所换上准备好的西装 不动声色的打开别人的房门 卧室内是一对露水鸳鸯在床上嬉戏大闹 两人不慌不忙 打开电视机就这样静静的等着 刚才还激情湿湿的眼睛蛮被吓得瞬间软了 要钱给钱 要卡给卡 其实这是王耀吉人串通好演的一出戏 目的就是敲诈 女孩叫秀秀 是王耀的女朋友 也是大陆来的 她有几分知识 为了钱敢出卖身体 所以连着敲诈好几笔都非常顺利 不用说来钱也很快 不过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香港是个犯罪都市 想在这里赚钱必须要拜会当地的大哥 尤其是拉逼条趁机勒索的 更得给社会上的人打好招呼 非宅就是这个地盘的老大 手下弟兄众多没人敢惹 不过王耀也是个不要命的组 想让他替别人卖命 门都没有 当场翻脸扬长而去 这么做可没有什么好结果 几天后他到一家酒吧闲逛 非老带人将他围住 下手非常狠 他被打得满脸是血 好心的服务员过来帮忙 他叫小丽 也是内地来的 为了生活来港打工 王耀看这个青春少女 仿佛跟看到天仙一般 瞬间被其吸引 懵懂无知的小丽并没有拒绝 因为她的日子平淡无奇 犹如一潭死水 而王耀的生活惊险刺激 属于另类的丰富多彩 可能是出于好奇心 也可能是被这个坏男人的独特魅力所征服 两人感情瞬间升温 很快成为情侣 小丽平时很乖巧 性格温柔甚至有些懦弱 对什么事都是逆来顺受 王耀恰恰相反 他是个亡命之徒 蛮横霸道 吃个坏到骨子里的畜生 他跟小丽在一起 就跟对待仇人一样狠 甚至到了凌辱的地步 可偏偏小丽就吃这一套 越折磨越服从 以至于到最后 他百分百信任这个男人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如在高高的眼神上 王耀让他双手张开 闭着眼睛往后退 女孩真就敢这么做 不说停就一直退 然后又非常听话的将衣服退去 等小丽将一切都交给了这个男人之后 却不知道他是有女朋友的 就是之前提到的女孩秀秀 在出作屋两个女人相遇 秀秀当场给他个下马威 说想进这个门 就得共享自己的身体 意思就是 王耀的女人就是正宗的女人 小丽能接受 他们是敲诈勒索的坏人 但是这种淫乱的男女关系 已经超出了他的底线 几天后 王耀几个人 照常来到酒吧准备抓鱼 没想到 还没来得及进房间 秀秀就被警察带走 秀秀绝对吸引得过 两兄弟不担心自己会被出卖 当他们回到出作屋 在走廊里碰到小丽 这个傻女孩竟然还敢回来 没办法 要怪就怪她对王耀爱得太深 根本无法割舍 尤其是对于第一次恋爱的小丽来说 这种虐恋就像毒药 越挣扎陷得越深 甚至会走火入魔 王耀只以为吃定了这个女孩 更是变本家里 在厨房就要对她施暴 小丽拼命反抗 结果又是被打 越反抗打得越狠 这回本以为女孩认清了现实 不要再靠近这个男人 没想到 王耀让她过来 她情不自禁地又走上前 从这可以看出 她真的彻底被王耀这个混蛋征服了 因为秀秀和另一个女孩阿美被抓 她们没有女人出去钓鱼 三个大男人无事可干 商量着干脆改行算了 这时候王耀立马想到小丽 这个小女孩年轻漂亮 人又傻 骗她入伙应该不难 于是王耀请小丽吃饭 认识这么久 这是第一次 小丽被偷偷起来的幸福冲昏了头脑 趁着她高兴 王耀马上提出来让她加入 如果不愿意 出了这个门就各走各的路 软硬兼施 让小丽一时无法拒绝 但是更不能爽快答应 她说想再去海边走走 考虑下 到了海边 两人打赌 将自己埋起来 谁先撑不住就算输 这件事就听谁的 两人抢过小孩的面具 安静地站在那躺着 直到彻底被埋 过去了几分钟 两人都没点动静 小男孩吓得跑开 又过了两分钟 小丽感觉就要窒息了 终于还是没忍住 这么说王耀赢了 接下来是小丽第一次钓鱼 王耀承诺过 只是将这些人渣败类 引入房间 稍微做着样子 他们就会冲进来 小丽深信不疑 可是并不是她想象的 那么简单 头一次 她又遇到了个变态的胖子 郑郑感觉不妙 让王耀不要再等了 会出事的 可是王耀这个混蛋 就跟没事一样 说晚点进去 是为他好 结果 足足过去了两个小时 才进来 小丽早已浑身弹软 累得无法站立 看到是王耀 目光呆滞 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次羞辱对小丽 打击非常大 不仅仅是身体被玷污 更失落的是 王耀根本没把她当人 小丽以死相逼 问王耀是不是故意这么做 是不是从来就没爱过 她也恨自己 干嘛那么贱 非得捉献自己 王耀一句话也没说 也不解释 猛地将旁边的玻璃杯打碎 鲜血顺着手躺出来 小丽吓得双手捂着耳朵 接着王耀恶狠狠地说 安静 果然小丽不再哭了 不敢发出任何动静 这件事之后 这个女孩已经无所顾忌 因为她也没有什么好牺牲的了 不过好在王耀并不嫌弃她 依然陪在身边 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 没想到几个月后 阿妹和秀秀被释放 小丽看到王耀和秀秀 不堪入目的场面 又开始处意大发 反正自己也成了万夫所指的贱人 为了弃王耀 她拉得郑仲进屋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乱来的男女关系 当初是吓唬她的 这让郑仲觉得小丽非常可怜 她也认为王耀做的实在太过分 一个好女孩硬直撑的被拉下水 为了让小丽平息 她大骂王耀是个畜生 但是这根本不解气 小丽从屋里拿出水果刀 哭着喊着要杀了王耀 可是真到跟前 她却没有勇气这么做 王耀也根本不怕 哪怕是挨了几巴掌 小丽还是不敢 现在两个女人回来了 小丽也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 王耀冷冷的说 不想干就滚 小丽擦掉眼泪 突然来了一句 我买了个蛋糕 应该庆祝下 这个蛋糕不是为了谁释放而买的 是因为她怀孕了 本以为王耀还有点良心 看在孩子的面上能发发慈悲 可是她却说 紧了那么多年的手 谁知道孩子是谁的 应该打掉 女人生了孩子就不值钱了 听到这话 小丽终于伤心过度 晕死过去 转眼来到医院 小孩被拿掉了 王耀还兴之勃勃地描述 那个孩子的模样 这次小丽真是心灰意冷 彻底的绝望 不顾身体有多虚弱 站起来亮相地出门 冷冷地留下一句话 我会回来报仇的 这时候的王耀呆呆地坐在那里 脸上没有了恶狠狠的表情 郑重赶来医院 他把王耀简直是个变态 两人从小一块长大 王耀很明显地感觉到 郑重对小丽的感情不对劲 两个男人对视几秒后 瞬间大打出手 几个月后 郑重得到消息 小丽去了肥仔那里成了头牌 王耀愤怒地开车去要人 来到夜场 却被肥老大当面嘲讽 还说感谢他的调教 小丽的功夫不错 一怒之下 王耀在没人的电影院勒死了肥仔 之后 他逼着小丽离开香港 滚回大陆去 可是小丽已经不再是那个乖乖听话的女孩 无论怎么样就是不走 甚至比之前更加过分 他会跟上钩的男人来真的 这让王耀非常生气 好几次都冲进去将人打个半死 秀秀周围女人一眼就能看出 他这是爱上小丽了 只不过一提这次 王耀就跟疯子似的反应极大 就这样又过去了几个月 小丽在完事之后 突然提出要跟郑仲结婚 只要他不嫌弃小丽身着脏 马上就结婚 王耀听说后表现得很轻松 既然不爱 兄弟要结婚当然是好事 他没理由拦着 这天他们疯狂购物 三个男人三个女人 穿着礼服狂奔在大街上 然后来到海边大喊大叫 这就是他们的庆祝方式 王耀提议 将海边的那艘破船烧掉 说祝福好兄弟郑仲和小丽 今后的生活能够红红火火 其实只有小丽知道 这里是他和王耀第一次优惠的地方 烧了也就代表着过去的一切 都将化为灰烬 马上入洞房了 小丽又找到王耀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 但是他想听一句实话 爱没爱过 王耀怎么会受人威胁 冷冷地说 等你死了我再告诉你 看得出来 两人都在较劲 以至于到了无法收藏的地步 小丽的报复并没有得逞 王耀还是那个王耀 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一丝妥协 第二天听到有人敲门 王耀酒还没醒 大意地去开门 结果是警察 他喊正宗快跑 情急之下正宗跳窗 结果摔死了 抓他们的 就是酒店那个看报纸的便衣警察 一眨眼八年后 王耀服刑已满 出狱后 他眼中的力气丝毫不减 甚至更显恐怖 他找到之前肥仔的老大买枪 他要报仇 在狱中的这八年 他前思后想 当初没人会出卖他 只有小丽 为了报复他串通的警察 还害死了自己的好兄弟 他千辛万苦地回到内地 总算找到小丽的住处 看门的是他的弟弟 王耀很快就控制他们母子 就问小丽在哪 这位母亲没有说话 默默地拿出小丽的骨灰 这是怎么回事 时间再次回到八年前的 那个出租屋 当警察冲进来的时候 小丽提前一步 在卫生间割腕自杀了 这一幕 王耀在被按在地上的情况下 并没有看到 只是不断地在问 怎么了 这一下他也就明白了 拎着骨灰 自身来到那个海滩 拿着枪 要卸一位戴面具的少年挖沙坑 然后抱着骨灰躺下 再命令将他掩埋 当初他就是靠这个游戏 才控制住小丽 从此让这个单纯的女孩 踏上不归路 如今他来赎罪 将自己和心爱的小丽 永远地葬身在此 可笑的是他不知道 当初的那个对斗游戏 小丽的沙坑非常浅 他是可以呼吸的 为什么还是认输了 因为他怕王耀出事 所以这些足以证明 女孩真是爱惨了这个坏男人 最后也逃脱不掉 只能以悲剧收场 王耀为什么来到这里 又将自己活埋 还记不记得 小丽婚礼那天问 到底爱没爱过 当初她放下狠话 等你死了我就告诉你 结果小丽真就自杀了 所以王耀也用这种方法证明 真的爱过 这部电影叫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 根据中国当代作家 王硕的同名小说改编 他获得了第61届 嘎那电影节的提名 台北金马影展和香港金像讲 只是剧中的内容 和所表达的观点 很让人费解 以至于让观影者摸不到头脑 不知道导演想表达什么 影片中两人明明深爱 却互相折磨直到死亡 真实的生活中 真的有这种虐恋吗 还是只是导演的一厢情愿 故作姿态呢 影片已经讲完了 你认为这部电影究竟是好是坏 如果只看解说不好理解 那就看看整篇吧 不说廖凡的演技有多好 光小丽的戏份就值得一看 如果找不到高清资源 记得评论区问我要 好了 本期电影解说就到这 电影好看记得点赞也别忘了关注 下期更精彩 拜拜